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童心 這節課是由我們連休閒連講師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童心早安 早安 我們在座有聽不懂台語的 我們在座有沒有聽不懂台語的 真的嗎 你聽不懂台語 通常我這樣講是很感謝你的意思 因為我在台北上課 大部分都講北京話講習慣 那講北京話也不是我們的原因 說實在話 曾經有六七年我只會講台語 我什麼都不會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上國小之前 來我們先趕快做好 緊張好緊張好 我們手機怎麼都關機了 下課通常都會把手機打開 每一個老師說真的很認真在講 他們最怕聽到手機的鈴聲 聽到手機鈴聲都會被打斷 說真的因為我們在講課 從小訓練在講課有一個邏輯 甚至有一個起承轉合 如果鈴聲一段真的不知道講到哪裡去 那個我保證各位 你們在看這齣戲的精彩度會降很多 就像電影院在看電影 然後你看到一個很正精彩 然後突然人家手機鈴聲響了 簡訊響了 在美國就有這樣的案例 人家看著正精彩就有手機響了 然後大家叫他關機 他還不關還在那邊傳簡訊還在那邊回 結果話一關的人 喊他關的人不理他 結果旁邊有一個退休警官 可能看他當警察吧 他當作在打警匪槍戰 他就站起來 就朝著那個手機響的那個地方 就開了兩槍 真的啊現場就開槍 然後那個人不聽大家的話 把手機關機結果就死了 真的當場死亡 你不要小看退休警官 他們槍法還是很準 雖然已經退休了 所以我講一個比較重要 我有一次我在深圳 阿拉仔 我每次講阿拉仔講習慣 阿拉仔公口都聽口都很不客氣 我在那邊公口 他會比較講手機 我有一次他在講手機我就不說了 我就不說了 所有的學生都看他 那財政院那兩千多的人 兩千多人看他 他竟然完全一點都不害羞 繼續講他的手機講了五分鐘 整個人都想要把所有阿拉仔都想要摸 都想要把他手機拿去彈在肚子 我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從昨天上課到現在 我們大概都知道我們的 在1945年之後 我們應該就是屬於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跟日本人有很深厚的關係 日本一樣有手機阿 日本的手機比我們進步很多 那為什麼你會看像我到日本這麼多次 我也代表我們民政府到日本好幾次 那在參加這些過程 我在日本的大眾運輸上面 在日本的公共場合 很少看到日本人在大聲的講手機 甚至連手機鈴聲響都聽不到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他們上的大眾運輸工具 自動把手機關成震動 他們很尊重別人 他們很尊重別人 我記得我從小時候 我都會記得 我們從那個小時候開始談 大家可能看不出我的年紀 我跟他說一個比較重點 我女兒已經念大學三年級 要升大學四年級 要升大四 所以應該嘛 我沒有台語講的 我沒有很早笑的 我26歲才生第一歲 我26歲才生第一個 我沒有很早就生 每個人都說 老師你是不是17歲18歲就生 生還生還生 沒有我26歲才生 他在那個時候算正常 我女兒現在我今年四十八 所以 在我那個年紀 我爸爸 我爺爺 我爺爺 他們都有一本名 我也說很奇怪 為什麼我出來我就沒有一本名 為什麼他們都有日本名字 小時候我問過 他說真的就像剛才必須女兒說的 小時候有錢沒錢 都不敢說 我小時候也常常看到我們家 我國小一年級常常看到我們家 每個月初 然後我爸爸就帶我到外面 他大概帶小孩子比較好掩護 然後就到那個舊的書報攤 上面賣很多書報 然後他看到我爸爸 兩個人眼神交會一下 就去後面不知道哪裡翻箱島 我就拿出報紙包的一卷 然後我回家就看到 我就問說爸這是什麼 他說小孩子有錢沒錢 後來慢慢看著懂字 都是黨外的那些報章雜誌 黨外的一些禁書 國民黨都會抓的 那也就算了 你突然到了國小 你去念一年級 老師跟你講說 你現在只能講北京話 你不能講台語 講台語要被打 講台語要被罰錢 有被打有被罰錢的舉一下手好不好 不好意思 這樣都知道我們的年紀 洩漏自己的年紀 所以像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真的搞不清楚 我們那時候在學校 是被怎麼樣的荼毒 然後被怎麼樣的童話 被怎麼樣的思想改造 這是真的 一直到我去國外 去上一些seminar的課程的時候 在跟國外的人聊天 我常跟他們聊天的過程 我說I'm come from Taiwan 我從台灣來的 他說台灣 泰冷 為什麼 他問泰冷 我說為什麼你這講 他說他們有在聯合國看到 看到泰國那時候在開會的時候 他們有介紹台灣 我說聯合國大會 後來我回到台灣才知道 我們高砂族很認真 他們為了想要去宣揚台灣 去介紹台灣 他們就用原住民的語系 南島語系掛名在泰國 趁中國不注意的時候 聯合國他們就站起來 開始介紹台灣 然後中國代表聽一聽 這不是在介紹台灣 抗議 沒有來不及抗議 因為我們代表泰國 我們是泰國底下的一個 南島語系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 我們是泰國底下的一個台灣島 因為剛好很接近 泰冷 台灣 這是真的 他們都不知道我們來自於哪裡 我們的定位在哪裡 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這69年來 我們不是都認賊作父嗎 剛剛民主長在講嗎 我們要不要繳稅 我們不用繳稅 我們要不要當兵 要 我們也不用當兵 我們都知道我們不用繳稅 不用當兵 是現在各位才知道 當兵的時候我很緊張 我在馬祖北竿當兵 馬祖北竿 我在78年到那裡當兵 80年3月要退伍 為什麼印象這麼深刻 我們退伍前都會放退伍架 80年的2月 我們要放退伍架了 可以到街上去看MTV 可以到街上去唱歌 可以到街上去打混 一個月準備退伍 結果突然聽到 國際局勢動盪 伊拉克打科威特 伊拉克打科威特 聽說 中國要發射飛彈到台灣來 要趁亂 在那個當下 在那個當下 真的 我們師長就召集 我們北竿的4000個官兵 說 已經接獲上級命令指示 如果中國打過來 馬祖北竿南竿孤立無援 所以我們要死守到底 我們又不是在四行倉庫 要死守到底 他告訴我們這樣 所以 凡是要退伍的官兵 一律禁止休假 要鴿槍實彈上街 我剩下一個月退伍 真的剩下一個月 然後開始很緊張 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 到底中共的飛彈有沒有 中國的飛彈有沒有打到台灣 中國飛彈到底有沒有打到台灣 有沒有打 有啦 你去看李登輝的紀錄裡面都講 有打 可是在台灣海峽全部都被攔截了 被誰攔截 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攔截的嗎 不是 是美軍攔截的 等一下我就會讓各位知道 為什麼美軍可以去攔截這些飛彈 為什麼美軍敢去挑釁 為什麼美軍敢在南北 各布置F-22 甚至航空母艦很快的就到定位 這裡面我們等一下 我們的戰爭史裡面都會提到 我們這一堂課上什麼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吧 不要講戰爭史三個字 我告訴各位 我跟各位報告 去年的4月25號 各位可能不知道發生了一些事情 因為當時我在現場 然後呢 我一直都陪在秘書長身邊 當初我們有一個代表團到美國 然後他說我們台灣要獨立的 我們是台灣政府 引起了美國非常大的反彈跟忌諱 你戳到人家的痛處 就像你在台灣說 你在台灣跟中國國民黨講說 蔣介石是賊一樣 你會戳到他們的痛處 我們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是從戰爭史去了解 台灣現在的地位到底在哪裡 台灣的地位到底正不正常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在哪裡 我們才知道我們要往哪裡走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所以這是我們要很清楚去了解的 所以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就像台灣現在 我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的 我們的主張第一個是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根據國際法理 給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 請問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有正常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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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怎麼樣才正常 台灣應該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尋萬國公法 實踐台灣地位的正常 為什麼要美國總統要尋萬國公法 為什麼不是日本天皇要尋萬國公法 為什麼是美國 美國軍事佔領 美國軍事佔領 所以在台灣現在的法理地位 第一個是不是美國軍事佔領 底下才會有台灣民政府 然後請台灣政府試行運作 這是有階段性的 這是有優先順序的 這是有優先順序的 說我是台灣政府我要獨立 這麼多人跑到美國 包括民進黨 包括很多的台獨聯盟 跑到美國說要獨立 美國連理都不理他 美國承認你台灣民政府 結果你到台灣 你派代表團去 還在那邊講說我要成立 台灣政府我要獨立 秘書長去的時候 之前就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的法理地位很清楚 我們不要講政治台灣 我們不講情感台灣 我們講的是法理台灣 什麼叫法理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下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之下的台灣政府 這有優先順序 所以我今天講的課程 是從台灣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這些很多的法理 各位為什麼一定要熟悉 各位知道你們為什麼一定要熟悉嗎 假設現在民主長很清楚告訴我們 我們年底之前會執政 假設各位現在台灣民政府的各位 政務官到了公家機關去接收 你面對的是誰 面對是受過69年教育的中華民國的 舊的事務官 對不對 他們會告訴你 他們知道改朝換代了 不是改朝換代 他們知道台灣國際地位回復正常了 台灣受美國軍事政府管轄 可是他們已經一下子 就像我們現在已經習慣 69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了 他們一下子要讓他們改變習慣 容易嗎 你要去說服他們 你如果講的沒有道理 你講的沒有法理 他們不會說服你 他們不會聽你的 搞不好那幾百個公務員 會反過來說服你 我們一起來推翻滿清 恢復中華 推翻台灣民政府恢復中華 搞不清楚狀況 他們已經習慣了 就像各位現在已經很習慣了 你已經很習慣繳稅給中華民國 你已經很習慣 去當中華民國的兵 我告訴各位 我的專長就在注意力 跟講習慣這塊領域 什麼叫習慣 你想想看 一條很細的繩子 毛線繩一直纏 一條毛線繩很容易扯斷 對不對 國外已經做過很多研究了 那個包括衛生紙也是一樣 他們衛生紙 是用那個木石的纖維做的 那木質纖維很細 一下就會扯斷 但是你把它全部捲起來 它的重量可以承受一個人的重量 然後去攀岩 一樣的習慣 你看一條細細的繩子 毛線繩很容易斷掉 你把它捆成一團的毛線球 捆得很緊 已經把它做成毛線球了 那毛線球打人會不會痛 會 貓看到都會怕 為什麼 貓喜歡玩毛線球 但是你用毛線球K它 它會很痛 習慣就是一樣 你今年累月 從小看中華民國的歷史 讀中華民國的地理 看長江發源 黃河流域 你從小看到現在 你已經習慣了 你太太有沒有跟先生講過 你這個西郎構成有 西郎構成就是習慣嗎 不是嗎 他已經有習慣了 你會看到很多人有很多很奇怪的習慣 這些都是你今年累月累積起來 你不自覺的行為 然後產生了你自視的僵化的行動 這叫習慣 你已經習慣台灣的國際地位 不正常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台灣的國際地位 叫做正常 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奧運代表隊 他去國外參加比賽 請問一下他們用什麼名稱代表台灣 他們是用台灣隊嗎 用什麼 中華台北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北隊 不是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隊 中華民國台灣台北隊 到底是什麼 好複雜 正確的名稱 正確的名稱 叫做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在台北 奇怪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在台北 為什麼可以參加 代表一個奧運隊 我們現在回到 1830年拿破崙戰爭的時候 在拿破崙戰爭的時候 他們訂立一個國際公園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站不行 我們現在講的是戰爭時 1830年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滑鐵輪戰役 他贏了還輸了 滑鐵爐 滑鐵爐當然輸了 現在滑鐵爐的定義 就等於輸了 慘招滑鐵爐 就是巴西本來應該要打贏 這次巴西本來應該要打贏 德國 結果慘招滑鐵爐 不是嗎 被7比0KO 慘敗 從來沒有一個地主隊可以輸給一個 從歐洲來的球隊 南美洲的球隊大部分 在南美洲比賽都拿冠軍 結果德國打破魔咒 不但把巴西KO還7比蛋 7比0好像棒球的比數 7比1 最後他們有進一球我忘記了 他們從頭到尾 因為我看那時候看現場 從頭到尾就7比0 看到7比0我就去睡覺了 不用看了 太血洗耶 兩個國家超級強隊 我們那個題外話 法國那時候拿破崙打 那個滑鐵爐戰役他慘敗 對不對 滑鐵爐他輸了 誰贏了 誰打敗法國 每個人都知道 就像我們都知道 這次的世界盃冠軍是誰 德國 第二名呢 阿根廷 上一屆的冠軍是誰 第二名呢 忘記了 你會發覺人都會 記得那個比較慘烈的 第一名的會記得 法國輸了會記得 誰打贏法國 滑鐵爐戰役誰打贏法國 忘記了 英國啦 英國打敗法國 因為那時候整個貨幣戰爭 這本書裡面就寫到 那個因為這樣子 產生一些很精彩的一些歷史 講到歷史 真的可以講很久 因為我很喜歡歷史發生的事情 我們從歷史去找到一些接近 我盡量不要跳離題 我們要從台灣的那個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一點都不正常 為什麼 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他們就開始規定有一些 全世界通行的法律 比如說第一個叫戰爭法 可以給他們看一下戰爭法 戰爭法開始規定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叫戰爭法 從1830年打敗以後 1907年有第一個海牙第四公約 再來日內瓦和平公約 再來國際紅十字會總章成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1940年美國陸軍總署 有關戰爭法的匯編 跟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判例 這是整個戰爭法的匯編 不用抄 你們如果需要都可以去跟那個 我們那個工作人員call 我講到這裡 要告訴各位 他們那時候開始規定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然後呢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我們講到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我們就開始跳遠一點 1830年過後 已經過了100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已經比較知道戰爭法了 知道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歐洲都知道了 好 德國開始侵略世界所有的國家 德國叫什麼 德國 日本 義大利叫什麼 什麼國 軸心國還是同盟國 很好記 軸心國就是 但是只有很少的國家叫軸心 就幾個而已 他們是軸心 同盟國是一堆的國家 結盟在一起叫同盟國 所以軸心國就德國 日本 義大利 跟各位上這個歷史很重要 德國開始橫掃歐洲 德國有沒有打敗法國 有沒有 有啦 德國有沒有打敗波蘭 他橫掃歐洲 歐洲大陸他橫掃 他有沒有打敗波蘭 有啊 所以這兩個國家的 開始就成立流亡政府 要流亡了嘛 所以他們就開始成立流亡政府 然後他們也流亡了 波蘭流亡政府流亡到哪裡 請問一下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 我告訴各位 華鐵爐戰爭誰打敗法國 英國 英國那時候在歐洲算是最強的國家 他又隔著英吉利海峽 德國一下打不到他 因為英國又有跟美國的關係很深厚 所以美國就一直暗中幫他 到後來明明著幫他 所以那時候英國一直適時抵抗 所以他沒有 一下沒有被那個德國攻佔 所以那些流亡政府一看 英國還在 他們又不能流亡太遠 他們也怕流亡到俄羅斯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那時候已經很慘了 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他們不約而同都流亡到倫敦 所以那時候流亡政府在倫敦有兩個 然後英國政府也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所以在倫敦那時候有幾個政府 三個英國法國波蘭對不對 好那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 不行 當然不行 好那現在如果波蘭要選 他們在流亡在倫敦 他們要選臨時總理 臨時的總統 他們會叫倫敦市民去投票嗎 不會啊 跟倫敦市民什麼事啊 然後法國要選流亡總統 他會叫倫敦市民叫波蘭的人民去投票嗎 不會啊 不干他們的事嘛 法國他可以說我要在倫敦就地合法 以後倫敦就是我的 就是我法國的一部分嗎 哪有可憐 你怕輸呢 你怕輸 你怕輸早贏 早來我們倫敦 你在這裡窮 你又說這塊土地是變你的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哪有可憐 不可能嘛 就像現在西藏流亡政府在哪裡 德蘭沙拉 印度嘛 他跟印度政府講說我在這裡很久了 我已經在這裡幾十年了 沒有你這塊土地給我 我自己來管 自己養軍隊自己管 可以嗎 那叫什麼 是不是叫去吃官廟公 這土地是我的 那請問一下英國 那個波蘭流亡政府那時候流亡在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流亡在倫敦 他們怎麼樣才可以合法 他們怎麼樣才可以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他們怎麼樣才能合法 像中華民國一樣 把台灣人全部叫他們講北京話 不要講日語 像中華民國一樣 叫倫敦的市民去當兵去繳稅 他們就會這樣子默認 然後就搞不清楚 就認為說我是法國人 會嗎 所以囉 這69年來你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你現在醒過來了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在學注意一點點 你會醒過來你會很錯亂 你會很混亂 蛤 現在老師你說的我都聽不懂 這69年來 蔣介石不是我們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嗎 錯 我告訴各位 杜魯門親口講的杜魯門 你們去買戰爭史一二三四集 後面都有一二三四集 四本裡面我講的都在那裡面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 很多同心都在講說 老師你們在講的 我們那個講義上都看不 因為講義只是基本的 你怎麼研讀更深的內容 都在台灣戰爭史裡面 講義讓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戰爭史裡面全部東西都有 杜魯門 那時候我們告營美國之後 開始檔案解密 然後就看到杜魯門竟然說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為什麼 他為什麼那麼憤慨 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辦法正常化 為什麼說他一家都是賊 你知道那個時候 當初我們台灣有行政長官公署 我們有警備總司令部 當初來台灣 美國麥克阿桑先生 叫人家來台灣 是叫誰來 是叫蔣介石來嗎 不是 剛來的時候是誰 陳怡管著行政 誰管軍隊順利人 蔣介石呢 一直被 蔣介石他們國民黨最厲害 大家都說我們轉進轉進 所謂轉進就是什麼 昨天晚上老師有沒有講 轉進叫什麼 怕輸招贏 叫轉進 落跑 叫轉進 就是落跑打輸了 所以他們一直轉進轉進 轉進到四川 四川重慶 然後日本兵一直追一直追 我們的日本軍隊一直追 已經追到那裡去了 他沒地方了 然後台灣呢 好像可以到那邊來 可是台灣又有那個孫力人 跟陳怡在這裡 他又不敢來 他就坐飛機 帶著他所有的機要 飛到澎湖馬宮 他先落跑到那裡 他開始就運作他的關係 這要用外交手腕了 當初我跟你美國合作這麼多 我們一起打日本 然後我又是堅決反共 你們又開始派 可是美國覺得說你已經是 美國他很現實的打落水狗 我們現在自己越來越強大 所以美國開始重視我們 那時候美國他去看那個 中華民國是落水狗 可是中華民國有很厲害的人物 叫宋美玲 他親自飛到美國 中華民國在華盛頓有一個大使館 叫雙向元 各位知道嗎 雙向元 那應該蔣介石 不是宋美玲飛到美國 是不是應該住在雙向元 他們大使館 沒有 他住在白宮 厲害吧 所以羅斯福第二天就說 好啦 蔣介石你可以去台灣了 你都這麼犧牲 派你母來坐我這裡 這樣各位了解 所以宋美玲太厲害了 他去住到那裡 然後蔣介石就大概過沒幾天 孫立仁就從台灣飛到澎湖 說永遠效忠我們領袖 陳怡當然沒話講 我握著槍桿 都已經這樣了 結果蔣介石浩浩蕩蕩的 帶著他隨送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之後 孫立仁怎麼樣 孫立仁一輩子不見天日 他就被軟禁 他效忠蔣介石 所以杜魯門那時候才很氣 說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一個國家的元首 稱呼另外一個國家元首 說他是賊 這是很嚴重的稱呼 然後蔣介石都鼻子摸摸不敢反抗 因為杜魯門是老大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他那時候就默默的 用兩手策略 用戰爭法 他用戰爭法 他告訴 說台灣人都很不乖 都沒有遵循戰爭法 所以現在他讓台灣人 全部先歸順中華民國 成為中華民國人 然後莫名其妙就變成中華民國 就受了69年中華民國的教育 就一代兩代三代用滅族的教育 讓我們完全忘記我們以前的歷史 西元16世紀的時候 可以我們看那條毛毛蟲 16世紀 有一群人從歐洲來到台灣 看到美麗的寶島 他們就畫了台灣的地圖 是根據 這張地圖是法國人畫的 是根據那時候的 他們那些人 清朝明朝的人 他們講台灣的大概的樣子 因為他們很多地方他們看不到 所以沒有辦法畫 這張地圖呢 法國人會於1735年 證明了日本跟清朝簽署的馬關條約之前的台灣東半部 根本不在中國的管轄之下 過了一百多年 這一條 這是台灣 是不是 那這是不是台灣 是嗎 那為什麼那個台灣跟這個台灣會差那麼多 這是台灣 整個台灣完全合一 是由1895年由日本費盡苦心構建的 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昭和天皇下昭書 時事日本憲法於台灣 終於使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開的領土 各位知道昭和天皇各位知道嗎 有了解昭和天皇嗎 日本再位最久最賢明的皇帝是誰 就是他昭和 就像很多很有名的君主 在那時候滿清也出現了一個康熙 大治60年 讓康熙讓清朝整個團結起來 康熙他要死之前 他送給他兒子四個字 結果害了整個中國 各位記得他送給他兒子哪四個字嗎 康熙說 康熙跟乾隆 他的遺言 什麼叫永不家父 永遠不家稅金 永遠不家稅金 他想讓他的人民豐一足始 不家稅 那我們現在都知道中華民國彎彎稅對不對 你要不要缴燃料税 要不要缴增值税 要不要缴土地税 要不要缴那个房屋税 然后还有燃料税 还有一个叫什么 牌照税 一大堆的税缴不完 为什么中华民国 对啊 我才刚中那个发票 然后以前比你中过那么大 这一次中了运气好 中比较大一张 我女儿对到了 然后中了4000块 然后去到那里 她说要缴印花税16块 我缴给她印花税 结果她给我3200 我为什么给我3200 她说因为你满4000块 满4000块 所以800块是赠予税 我就问她说 4000块要扣20%对不对 然后那个邮局就在那边愣了一下 说怎么了吗 我说你都没有告诉我 那我不要领4000块 我只要领399就好了 对不对 我领3999可以吧 她说不行 她说一定要扣800块 好这是题外话了 我跟各位讲 那时候康熙她讲永不加富 结果雍正乾隆他们要打仗 他们要盖那些颐和园 盖那些大宅院 他们要花钱怎么办 不能加税 没有她第一个开始 那个和声很厉害 第一个说 她会帮主子分忧解 厉害的人就会帮主子分忧解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那些犯罪的人 那些犯罪人都怕死 如果被判死刑 我们让他花钱买死罪 好不好 真的吗 可以吗 钱隆说这样没有犯法 没有违背祖先永不加富的遗言 这样就可以增加很多钱 被判死刑交一百万两 有钱交一百万两 就变二十年 你只要一千万两 你就不用死了 这样就钱很快就进来 这样还不够 还不够怎么办 和声来再想想办法 她说很多人都想要 做生意成功了 想要光耀门美 想要带个红顶带这样 我们可以来用买官 所以他们那时候 有很多人就会说 三年轻支付十万雪花银 你买一个支付五万两 三年之后你一定可以赚一倍 十万两回来 三年轻支付十万雪花银 所以她投资报酬是一倍 一百% 这样有好贪吗 要是谁的 我花过万年 要去买 要买什么 去赚什么钱 老八成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什么 白连教什么 开始太平天国开始在返 因为一代一代这样一直下来 然后你过海 蔓延要延税 过路要过路费 中华民国现在有没有过路费 有啊 学的很彻底啊 我们现在有过制而无不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华民国的根就烂了 因为从满清的根就烂了 所以你会现在看到 我们已经 奇怪了 我们已经 我们台湾人已经麻痹了 每天看到那些什么 像灵异室啊什么 这样看的这些 你们不会觉得说 看的都快吐血了 可是他已经很麻痹了 为什么 哪一个官不贪 我们认为哪一个官都应该贪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这是从我们的 从日本开始给我们教育的民族性 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 我岳父去港口去接日本兵撤退 中华民国的军队进来 他还想说要去迎接一下 他真的到港口去迎接 他看了以后很奇怪 他从此以后他就说他不是中国人 他觉得说为什么那个日本兵 这么整齐的撤退 然后进来的人都是那个穿那个破草鞋 然后背那个大铁锅 然后盖 带那个什么破军帽这样 整个那个都破破烂烂 很像一个是打败仗的人 打败仗的人撤退的很光荣 很整齐 然后打胜仗的人 所谓台湾光复节省进来的人 却这样感觉像一群乞丐进来 然后呢烧杀掳掠 然后呢一点都不会去建设台湾 日本1895年下官条约占领台湾之后 台湾那时候是殖民地 台湾那时候是殖民地 但是亲王来到台湾一下子就 因为水土不服去世了 所以日本人知道我们的下水道不够好 开始帮我们建设下水道建设堂场 他一直在打造台湾 希望台湾成为他的岛链 最下面的一块 可以呢真正的去让日本共荣 让日本帝国可以强壮的一个岛链 他真的很重视台湾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派谁来守台湾 各位知道 各位除了我们的高杀义勇军 各位可能真的不知道 日本人派谁来守台湾 派日本最强的军队关东军 第十方面军驻守台湾 他美国跟中华民国学很多 所以美国那时候开始 被珍珠港事变之后 珍珠港日本去打美国 其实赢得很好 但是没有赢得很彻底 为什么 因为当初356在跟他讲战略的时候 他是要把船子都炸掉 然后第二个去把他们油库炸掉 你想想看 把他们的前进的指挥的船舰 跟他们的后勤补给的油库都炸掉 他们是不是军力至少会瘫痪 超过半年以上 油库被炸了 军舰被炸了 结果他们第一个阶段 军舰都炸得很彻底 正准备要去炸油库的时候 美国那时候 这就是历史 世界的历史 美国那时候派航空母舰回航 所以356那时候改变策略 去攻击那艘航空母舰 没有炸掉他的油库 所以美国很快的又站起来 开始攻回来我们的亚洲 他攻回来亚洲的时候 他攻回来亚洲 他就会开始硫磺岛中土岛 菲律宾这样一直攻击的时候 他看到台湾 他选择不攻击 他不打台湾 因为他觉得说 我干嘛拿我的军队 去碰人家最强的军队 我干嘛拿我的鸡蛋 去碰他的石头 台湾那时候是第十方面军 又有神风特攻队 都驻守在这里 这么强 所以他们实施了一个叫跳岛战术 很好笑跳岛 跳过台湾 就是不敢打台湾 然后都讲的很好听 我不能示弱 我不能说我打输了 所以我就要转进 我不能说我不打台湾 因为我示弱 所以我说跳岛 我跳过一个岛一个跳 所以他直接跳到沃沃 很好打 1945年的3月26号 进去沃沃 1945年的4月1号 沃沃就投降了 1945年的4月1号 日本天王宣布 台湾成为日本的神圣不可 分开的领土 也在1945年4月1号 琉球沦陷让美国占领 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看到民政府必修的教材 这是下一堂课要讲的 我要各位让各位知道说 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改正我们的观念 习惯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吗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江山一改本性难以 你相信吗 讲到中国人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人家说台湾人 怕死爱情爱做官 是我们吗 不是 我们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 你看都已经习惯了 快昏倒了 被交了69年 我们台湾人其实最早我们有一个王朝 各位知道吗 在郑成功时代之前 荷兰人 西班牙人来到台湾 那时候跟我们的大渡王 我们在台中有个大渡王朝 去查历史都知道 我们的大渡王有跟他们接触 他也跟荷兰人西班牙人很文明的做生意 那时候来郑成功进来 大渡王不理他 结果他把那个郑成功就派军队把大渡王 他们血战了很久 把大渡王真的几乎都快灭掉了 刚开始我们比较有骨气的台湾人 包括我们的高沙族泰雅族 他们刚开始跟日本作战的时候也是一样 泰雅族的长老告诉我们说 他们那时候开一个头目的会议 说我们继续要站到一兵一组 最后一兵一组跟日本人打 还是要留下我们的血脉 现在台湾有没有泰雅族 有啦 所以我们都知道最后泰雅族是投降 还是跟他们站到最后一兵一组 投降了 所以那时候日本人占领整个台湾 台湾那时候的民族性非常的强悍 下午徐哥林徐老师会告诉各位 我们是南岛语系 我们是从M174整个非洲那边过来的南岛语系 从我们南岛语系过来 再往北到韩国到日本 最后才到中国 所以中国基本上他们叫五族共荣 这是真的 因为中国人几乎都从世界各地的语系 来到一条一条的语系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世界分布 你上那个discovery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中国人基本上是五族共荣的杂种 他们是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 台湾是比较蠢的 我们从很早以前 所以我们还是日本人跟韩国人的祖先 最早南岛语系传到我们这边 所以人们说我们台湾人 以前很早的古早人都说 我们是叠孤枯杂兜啦 我们真的是叠孤枯杂兜啦 我们不是爱情 爱情怕死爱做官 这不是我们 我的协议里面就这样 我的协议就很叛逆的那个 从以前 在学校里面 因为从小妈妈训练吧 所以我就是在辩论队 所以那时候学校教官一定会盯上你 啥不过是就说你要参加国民党 你参加国民党你有很多的福利跟优惠 你可以直接升预官 一直跟我讲 就可以去那边当官什么 就一直告诉我好处好处好处 一直要 那时候就觉得说从以前 我举个例子 现在你去你要买房子 你要做贷款 然后银行的行员跟你讲说 机动利率比较好 因为银行现在有固定跟机动 你会听银行的行员的话 你会听银行的行员 他跟你建议机动利率比较好 你就选择机动利率的举手 你会跟他唱反调 他说机动你就选固定的举手 没有举手是怎样 我跟你讲银行跟我讲机动 我一定选固定的 银行跟我讲固定 我一定选机动 因为他一定为他公司着想 他选机动 他告诉你机动比较好 表示他长期利率在看什么 他看升 所以他知道以后会收的多 你的贷款利率会增加 他说我跟你讲固定的比较好 他表示他长期利率在看低 有一群专家在看长期利率 他看的比我们准 所以银行的业务员在讲的时候 你要跟他逆向操作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这是我们台湾人M174语系的 他们我们就会比较这样 像那时候我就会 他叫我加入国民党 我打死不加入一直到毕业 他烦了我五年 我五年都给他说No 那教官有时候说你很刺的 我告诉你这么多的条件 教官后来问我 我告诉你这么多的条件 你到底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 我说我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最后教官因为我看你就不顺眼 我就不会想要是因为你来介绍加入 就算我要加入国民党 我也不会因为你 我都记得那个教官这样子 整个脸麻红起来 可能搞起来又听到他说 气死了 我跟你说五年原来是因为我 早知道我就叫别人来叫你加入 我就没有加入国民党 那出社会以后 我爸爸他们都是民进党始终的支持者 我也没有加入民进党 然后绿党也有来找我 我也没有加入绿党 我也没有加入 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我也觉得很庆幸 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可以让我保持客观 不会一下子栽进去 就听人家讲哪一个方面 就那个头脑就比较固着 这些都是让你知道 台湾过去的历史 从战争史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常常在讲 我们台湾是满清的 那个台生你回到前面那个 那个毛毛虫 台湾是满清的 满清那时候对台湾 满清那时候对台湾 台湾只是一个他的殖民地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统治整个台湾 我告诉各位 日本天皇放弃 对台湾的权利的时候 他是放弃什么 他在旧经济平台湾 他放弃他的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title all crime right title claim 什么 他的权利 所有的任何的名称 请求权 跟所有的那个主张 他都放弃 all right all title all crime 意大利 对索马利亚 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他在放弃 放弃他的时候 他只要放弃他的 right 跟title就好了 意大利只要放弃all right 跟all title 这是意大利对索马利亚 所以那时候满清 他可以放弃台湾 因为他对台湾只有right 跟title 他没有claim 好我再举个例子 各位知道 定立下官条约 我们要 我们现在开始知道 我们要念的都是 讲日本的历史 要多去了解日本 我们都不了解日本的历史 我们在定立下官条约的时候 满清他割让哪几个地方给台湾 各位知道吗 满清割让哪几个地方给日本 各位知道吗 台湾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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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直讲台湾澎 就只有台湾澎而已吗 下官条约 满清大皇帝陛下 永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 还有辽东半岛 还有辽东半岛 永远割让这三个地方 给日本天皇陛下 下官条约你后来看到就有割让台湾 跟澎湖对不对 为什么最早的下官条约 他是割让台湾澎湖跟辽东半岛 为什么 为什么后来你看到的新的条约里面 只有台湾跟澎湖 却不见得辽东半岛 为什么 对没错 好很认真在听 我告诉各位 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满清一割让这三个地方 很多国家就出来反对 辽东半岛 不是日本的 辽东半岛也不能给日本 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依据1830年的战争法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台湾跟澎湖可以移转给日本 所以各位知道 台湾是满清的殖民地 所以可以割让给日本 辽东半岛不能割让给日本 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所以 下官条约定立之后不到10天 又定立了一个辽南条约 辽南条约里面就很清楚的规定 辽东半岛还给中国 还给中国 因为辽东半岛不能割让 所以各位很清楚 这里就可以很清楚 什么叫做 现在旧金战和平条约定立之后 中华民国要把台湾要回去 台湾是中国的 是这样子的吗 当初就不是他的 请问一下当初最早来台湾的 各位知道是谁吗 荷兰人那时候来到台湾 西班牙人来到台湾 台湾的土地很肥沃 在16世纪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 他发觉台湾有主人 可是他又很想要台湾的鹿皮 台湾的蔗糖 因为蔗糖在欧洲比黄金还贵 鹿皮可以让他们保暖 所以荷兰人就跑到那个明朝的那个 他们的类似他们的州 他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枝县那里 跟枝县讲说 我可不可以 禁贡你一些鹿皮 禁贡你一些蔗糖 你让我在台湾抓那个梅花鹿 让我在台湾可以种甘蔗 我把他送到欧洲去 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 Formosa 然后你知道明朝的枝县怎么跟他回答 16世纪他怎么跟他回答 各位知道吗 你不用禁贡给我啊 那不是我的啊 那不是你的 不然台湾是谁的 你说你要禁贡 要禁贡给日本的幕府将军 所以他禁贡一年3万张鹿皮 台湾的梅花肉真的很多 然后很多的蔗糖 禁贡给日本的幕府将军 所以16世纪谁在管理台湾 日本 那是后来日本实施禁海令 所有的官员都撤退回去日本 那时候满清才进来的 满清进来呢 也一直没有办法征服东半部 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看赛德克巴莱 有啦 跟鬼一样 那个小朋友这样子 今天在这里 今天在屏东 明天在花莲 到底怎么跑的 跑那么快 吓死了 日本兵 所以满清都没有去进入那右边 所以这右半边呢 满清一直没有统一他 所以他对台湾那时候只有 参与主权 只有一点点的主权而已 只有这几个地方六个郡 这叫台湾吗 你现在都知道这不叫台湾 可是17世纪的法国人 他说这叫台湾 因为其他地方他画不到 他看不到 一直到1895年 整个日本天皇的 天皇的军队整个统一台湾之后 才知道这整个叫台湾 这叫台湾 我们现在看到这叫台湾 所以是谁 拥有台湾所有的主权 title right 跟clam 日本天皇对不对 你的历史有没有念到 没有 我也没念到 我不相信我的历史念的不错 我不相信我历史考那么高分 我没念到你会念到 我只有念到长江 长江是我们的发源地 然后黄河 我念到汉满门回藏苗洋 可以念到这些 万里畅城这些 我我念到的都没有念到这些 我都没有念到那个日本天皇 那请问一下 日本天皇对台湾拥有所有的主权 这是台湾的历史 那在1952年的4月28号 定立旧金山和平条约 日本天皇因为战争的关系 因为战争法 他们要处罚日本天皇 所以呢 他把日本天皇所拥有的 tite, right, title 跟clam 先暂时的 suspend 先把他暂时的悬吊起来 请问一下在旧金山和平条约 有没有指定台湾的收受国 意大利、ソマリア 然后他们都会指定 台湾的那时候旧金山和平条约 有没有指定收受国 没有 所以台湾现在无阻 台湾现在是在美国军事占领 所以每次的上课 我们都要求美国 亲自来实施台湾的军事占领 台湾现在没有收受国 台湾现在在美国军事占领之下 台湾只有透过美国军事占领 慢慢的成立台湾民政府 再跟日本恢复邦联的关系 台湾才有机会走向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台湾能够走的乏理的路 请问一下中华民国 他已经在台湾流亡69年了 他要怎么样 才可以 国际地位正常化 才有他中华民国的一个国际地位 他的流亡政府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 很简单 打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习近平 马英九去打败习近平就好了 他们现在不要他们喝大和解咖啡 所以习近平他也给马英九一条路走 他已经盖好了 我最近有一些中国的生意的朋友他们来 他说我们那个他们从福州来 他说我们的福建平坛建设的非常好 是对台示范区 这是真的 他们自己讲的 他们都没有想到说他们的福建平均盖那么快 他本来是一个荒芜的岛屿 现在是对台示范区 都喜欢请台湾人去那边当官 真的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请台湾人去那边当官 是请台湾人去当官还是请中华民国第二代去当官 对啊 你看福建盖得非常好 而且大家都知道宋楚瑜在那边管理的很好 然后也很清楚的 中华民国的第二代可以到那边有免费的房子可以抽 福建平坛 那在金门呢 我们有很多高叉族跑到金门去帮忙 购工 金门盖了一栋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 那个 未来的说未来的饭店 可是他们都很清楚 这是中华民国未来的行政长官公署 12层楼在金门 在某个党派的高层中常委这样 他们的官员都在讲说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要撤退了 只是我们不能讲会乱 他们都已经在做撤退的准备 他们要继续转进 他们真的可以转进 因为当初他把中华 把台湾人全部从日本籍规划成为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 那时候引起国际的反弹 国际也反对 所以那时候杜鲁门他有询问 那蒋介石他们家都很贼 把台湾人都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我们想要制裁他们想让他们继续流亡 他就去问菲律宾总统 可不可以让蒋介石流亡 中华民国流亡 不要流亡到台北了 流亡到马尼拉可不可以 菲律宾总统说好还是不好 台湾战争史里面都有写 菲律宾总统说好 他说好没有关系让他来流亡 但是杜鲁门你讲的嘛 蒋介石一家都是贼 所以我尊重你美国的面子 因为至少你美国对我们援助很多嘛 所以我让蒋介石来流亡 但是我只给他拘留 两天 两天就他就走了 太危险了 两天他搞不好就骗了我们的菲律宾人 超级诈骗首脑 他搞不好骗了我们多的菲律宾人 所以只能给他两天 两天之后你再找他让别的地方去 这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结果在台湾被当救星 杀了我们那么多台湾的精英分子 在台湾被当救星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都会在那边唱那个 你是民族的救星 你是历史的伟人 总统XX 我现在都讲不出来 我们以前在演讲 参加演讲比赛 每次只要讲到那个 本来少期在演讲 好总统讲功就要立正 真的 只要讲到总统讲功就要立正 现在真的是 不是说我们在学术里 不会说对他很特别的有偏见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一个人 一个大魔王 这样骗了你69年 你心里面都没有一点恨吗 你会觉得很讨厌这个人吗 让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办法 让台湾的 这个从六百万人 现在晋升到一千多万人 我们台湾的人民 一千多万人 中国人不算 这一千多万人到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怎么样才能够 在国际上立足 才能够参加任何国际组织 我们也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 就是有啦 我们只要循国际法 循战争法 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 就很快就可以正常化 这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 这我们现在讲到第一堂课 我们现在下课休息 下一堂课再继续分享 谢谢